最近銀行榜台中央很晚 做事不就榜台做卡關 銀行只好移動制裁 就說過銀行 說過日路的這段已經來到三日頭 就怕榜台超出銀行行事範圍 有風險 聽說 銀行總裁雲金龍 在那一周開始 找到銀行的老總林家比 希望銀行 不要讓土地營建用主 跟榜台無量超過總量比率 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風險很高 因為南水位的就是銀行風險很高 最後倒到是倒到銀行裡面 最後收難的是銀行 過去大家不要忘記 銀行倒了還有銀行倒過 這個監商倒了三百家的 也有經驗過去的情形 核車證明 金收貸款的下手 和榜市順利港運 有它的政動性 畢竟各榜家 主権集中在不動線 一旦出問題 強迫銀行的主権流動性 外界推車到過 用行第三個立感規劃進行 還會再出信用關節 跟全國籍房的下手 降到下 不動線定在百分之三十七左右 主権管制之外 當然還要針對特別的 各個數的第二戶第三戶第四戶 更嚴格的管制 逐漸加碼的管制 我想讓人民相信政府是完真的 相信銀行現在是越來越緊縮的 顯然投資客就絕對不能帶給他了吧 六都進行公佈 七月價錢買入依存動作 總共2.10萬 比六月增加11% 是指控一數年到達 工期的最大量 放七少路 還在加上出價去 讓小孩的貸款支援 繼續萬債 市順因為 用行一定的搭房 也固定給放起新聞增加 所以出的市順 恐怕也會受到影響 民視新聞 台北報道